近年来民众对于司法体系满意度如何 司法院日前就针对司法舆情现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民众对法官表示信任的比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四 而对于司法改革成效表示满意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但资料也显示二十到二十九岁 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的民众 对法官信任度明显提升有百分之六十六点八 对此司法院表示 因为教育和资讯接受程度不同 才会出现明显落差 司法的案件跟一般的民生不大一样 也就是说一定有案件在法院的人 对于这个司法改革的措施会比较了解 如果他对于司法改革的内容了解 那么他的赞同度都非常的高 都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不过司改会认为民众对于法官信任不佳 或是对司法改革没有信心 并不是法官或检察官的问题 而是司法制度不完善 以形式诉讼法中证据法的规定来看 就没有相关法则预循 也成为民众诟病原因 人民最常骂的就是所谓法官是不是滥用自由行政 那怎么样的证据可以用 怎么样的证据不能用 一直以来我们的规范其实并没有很完整 那所以人民当然就会觉得说 今天为什么我在A法官会这样判 在B法官又那样判 整个司法改革的部分 要针对这些制度面的欠缺 或者是不完整的部分去做逐步的调整 但司法院强调消费者灾务清理条例 劳动事件法 宪法诉讼法 跟人民关系的法律都在近期三读通过 未来开始施行后 民众会对司法改革感受更明显 是否能摆脱司改乱象 或是恐龙法官的污名 还得由社会来判断 原日新闻 南部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